八門軍是武當一技五行 基本的軍法 軍法葉圈、壓、鐵殺、攔、扎、挑戰等為基礎 動作簡單而多變 因為拳武三聲、棍武兩響 其實就是在練功力的 棍越拿到棍尾,其實是越重的 爛棍 已經有圈了 棍最基本的動作是一個圈、一個爛 拆棍下去 腰棍 拆天棍 分兩個不同的方位可以令對方看得到 棍尾那裏還是有用的 是硬的 對方 李鳳鳴師父請準備的,武當一氣五合門的 吳友倫師父請準備的,武當一氣五合門的 武當一氣五合門是六代吳友倫師父 他今天所玩的表演節目是五合進步高 他的音樂是中國人,有請我們的樂隊準備 中國人,五合進步高是武當一氣五合門 一套實用的刀術,整套刀法無多餘招式 以劈、破、刺、湯、鞍、割為主 動作簡單而實戰,應用是強 因為刀多數只得一便利,所以多數以湯割斬雲主 他盡量利用前手,因為刀很長 來附助他的手,打得太近身 那些刀、鷹槍會從喉嚨斬雲尾 刺下去,他會前頸來燒對方的刀法和劍法 接著武當一氣五合門,第五代的李鳳凌師父是準備的 謝謝 謝謝